肺癌是亞裔美國人第一大癌症死因 近年醫藥界在診斷治療肺癌上 有長足的進步 一場在南加舉行的健康講座 討論了亞裔美國人容易罹患的肺癌類型 以及最新的檢測方式 還有醫藥發展 並且強調及時發現及時治療的重要性 主辦這場了解亞裔民眾肺癌健康講座的 德國醫藥公司柏林格英格漢 邀請了四位亞裔腫瘤科醫師 針對近幾年來的肺癌診斷和治療重大進展 向美國亞裔民眾提出呼籲 希望能夠降低民眾對於肺癌成因及治療的誤解 並介紹最新的診斷及治療方式 出席這項健康講座的醫學專家表示 除了抽菸及二手菸等環境因素之外 基因也是造成肺癌的主要因素 而在確診為非小細胞肺癌的亞裔美國人病患中 應用最新的生物標記檢測技術發現 因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突變造成肺癌的比率相當高 亞裔病人和在美國的所謂的Caucasian 白人什麼或者黑人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在他們來說 這個EGFR基因的突變的發病率相對的比較低 大概只有10% 12%或者15%都不到 那麼絕大多數都是和抽菸有關 但是在亞裔的病人 那麼它的發病率可以達到60%左右 超過50% 而針對肺癌病患的治療 現在除了化療之外 特定類型的肺癌 也可以透過口服標靶藥物治療 能降低癌症治療過程中的不適感 用的話大概80%的人會有一些回應 所以這個藥很有效果 副作用也比較少一點 平常的副作用就是 有一點皮膚會有一些疾病 或者是拉肚子 可是就是比化療好多了 專家提出呼籲 若確診罹患肺癌 應立即詢問醫生有關生物標記檢測 幫助判定基因突變情況 才能接受最適合的治療法